以西结书 第43章 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 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 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 有一人站在我旁边 他对我说 人子啊 这是我宝座之地 是我脚掌所踏之地 我要在这里住 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 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 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 就是行邪淫 在西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 使他们的门槛挨进我的门槛 他们的门框挨进我的门框 他们与我中间紧隔一墙 并且行可憎的事 玷污了我的圣名 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 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 远出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 我就住在他们中间 直到永远 人子啊 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 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 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 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 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 和一切形状点章礼仪法则 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 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点章去做 殿的法则乃是如此 殿在山顶上 四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 这就是殿的法则 以下梁祭坛是以肘为度 这肘是一肘零一掌 底座高一肘 边宽一肘 四维起边高一掌 这是檀的座 从底座到下层凳台 高二肘边宽一肘 从小凳台到大凳台 高四肘边宽一肘 檀上的供台高四肘 供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角 供台长十二肘 宽十二肘 四面见方 凳台长十四肘 宽十四肘 四面见方 四维起边高半肘 底座四维的边宽一肘 台阶朝东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主耶和华如此说 建造祭坛 为要在其上献凡计撒血 造成的时候 典章如下 主耶和华说 你要将一只公牛犊 作为赎罪祭 给祭司立位仁撒都的后裔 就是那亲近我 侍奉我的 你要取些公牛的血 抹在坛的四角 和凳台的四拐角 并四维所起的边上 你这样洁净坛 坛就洁净了 你又要将那座赎罪祭的公牛犊 烧在殿外 圣地之外 预定之处 次日 要将无残祭的公山羊 献为赎罪祭 要洁净坛 像用公牛犊 洁净的一样 洁净了坛 就要将一只无残祭的公牛犊 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祭的公棉羊 奉到耶和华前 祭司要撒盐在其上 献与耶和华为凡祭 七日内 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 为赎罪祭 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 和羊群中的一只公棉羊 都要没有残祭的 七日 祭司洁净坛 坛就洁净了 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 满了七日 自八日以后 祭司要在坛上 献你们的凡祭和平安祭 我必悦纳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但你可就要在坛上 我必须不得到 这不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必须不得到